撐穿藍色球服理著平頭 雙手雙腳上銬出庭應訊 還不忘喊話 開庭前要求媒體如實報導哦 他就是被檢方起訴多項罪名 九州博弈集團總裁陳正谷 除了通過集團開發的第三方支付系統 提供詐騙和博弈集團洗錢 也吸收前刑事局警政監李明佐 當集團內鬼躲避警方查契 只是陳正谷出庭對檢方起訴的 賭博洗錢詐欺等七項罪名 全部一律否認 更是直接表明 完全不知道什麼是九州集團 他只是響古公司的股東 去年11月透過徐培金才認識李明佐 也不知道他是高階的警務人員 送他市價200多萬的名貴洋酒 只是單純因為那一瓶酒 跟李明佐同年份就拿來送給他 就年同天開庭的集團幹部 同樣避重就親否認犯罪 也都說跟陳正谷毫無關係 陳正谷庭審完畢後不出法庭 態度淡定神情輕鬆 還是不忘再次強調如實報道 对检方所有指控 他一律都说不知道 TV新闻李承佑张子民 SNG小组台中采访报道